大家好,欢迎收看Partner的三分钟音乐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大家记得按订阅和like 那就不会错过Partner的资讯和优惠了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今天这一课就会教大家什么叫顺阶和言 Diatonic Chord Diatonic的意思是顺序,顺阶的意思 什么叫Cord,一个和言的意思就是解最少都要彼此三个音 如果只说这两个音就不是一个和言 它叫一个Interval,一个音程 所以和言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最少三个音 而这个和言是需要符合KalaKala这个原则 如何为之KalaKala呢? 以诗大调为例,我们就会拿诗音开始KalaKala 即是它旁边的Rae不要,我要一个Me Me旁边的Fa我不要,我要Soul 就会形成了O,Me,Soul 这个音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会的第一个弦 叫做C大调和言 而这个C大调和言也广泛用在流行曲 所以大家要调记 然后是顺阶和言 什么叫顺阶和言呢? 就是我们继续推上去这个叫顺阶 下一个音是什么?D 然后加一个,加一个Me 就会去到F,即是这个F 然后加一个,加一个就会去到A音 就是那个La 维法啦 这个就是第二个学色的和言 叫做Dm,是一个小调来的 如何区分大调和小调呢? 有一个方法去记 例如你按这三个和言 这个叫做最基本的triod的状态 而这个和言,你会见到这三个音 第一个音去到Me 中间是隔三个音的 看到吗? 然后呢 由Me去到这个Soul 中间会隔两个的 隔三隔二就是一个大调了 而刚刚Dm呢 你就会见到是隔二隔三的 这个就是一个小调的音阶 顺阶和言 一共一个大调里面是有七个和言 分别就是1 chord就是大调 然后2 chord就是小调 3 chord就是小调 4 chord就是大调 5 chord就是大调 6 chord就是小调 然后7 chord就是减和言 就是Diminished 今天的音乐小教室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 下次见,bye bye